施隔外长四扁当翻译机 朝野红下台 前往外交部长林永乐 与菲律宾驻台代表白犀利 马拉松谈判五小时 拖到凌晨一点 才开记者会 他这一次的来信里面 有表达深切的遗憾 及道歉 对我们所提出来的四项要求 也做了一些正面的回应 林永乐在会中不断强调 非国已有善意 已表示歉意 部长和代表位皆不同 却平起平坐 林永乐还充当白犀利的翻译 蓝绿立委骂翻 痛批外交部错误情势 林永乐严重失格 应该下台 曾任外交部长的台中市长 胡志强昨天也说 时间一到 就是谈判破裂 直接进入下一阶段 而昨天的国安会议中 马英九对外交部长与非国代表 共同开记者会 让外界误解我国政府有所妥协 相当愤怒 要求外交部不得再示弱 行政院长将一化 也言赤非国毫无善意 事情因为签证很多 需要由国安高层会议来决定 昨天2点钟 3点钟怎么开国安高层会议 所以今天早上7点钟 总统就在第一时间 召开国安高层会议 就做了刚才那个决定 我从来没有讲过 说我们就接受了 我是说我们还要需要来 做进一步的验证 关于是否被逼退或倦情 林永乐表示 现在不适合说这些 重点是把台队问题解决 动新闻综合报导